你下哪队会赢勒 全民风氏族 这句话成为时下流行话题 还有人会问股票该怎么挑吗 12月除了圣诞节 双十二还有氏族十六强 近期的大盘也是让人充满希望 不要忘记11月营收正在公布ING 记得打开股海老牛APP追踪一波吧 老牛提醒下周还有美国CPI指数 联准会利率决策 都有机会牵动全球股市的涨跌走势 今天要来介绍曾经业业Talk的老朋友 2022年最标成长股之一 这档搭上环保概念的列车 并且全球市占高达95%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上周的影片开了吗 近期老牛介绍不少成长股 成长股的三要素 题材 趋势 营收 这些都是重要的催化剂 股价才会直直冲 眼球概念股 大学光 10年前获利不过一元上下 公司眼光很好 有投入才会有回报 长年投入资金和扩张市场 才能连续6年不断成长 不过这档股价持续飙涨 所以你们看到的殖利率 就会相当不漂亮 其实任何的成长股都是这个样子 毕竟获利太漂亮 自然而然股票就会受到 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喜欢哦 回归正题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拥有全世界最强的电子纸技术 元泰 股票代号8069 先来看元泰的股价 是不是太狠了 夜夜Talk的老朋友 都应该对这档非常有印象 两年前股价只有58元左右 想回忆的可以回去看看 老牛夜夜Talk EP9 就是介绍这一档元泰 实至今年股价最高来到255元 涨幅4倍以上 老牛唯一哀怨的就是 没有买更多啊 现在再来看看 老牛平分 元泰目前平分为70分 价值力 元泰拿到15分 满分 成长力 元泰这个部分拿到18分 满分 防御力 公司近7年的营业现金持续流入 负债比率也小于50% 不过自由现金流量 未连续7年流入 所以这个部分满分17分 拿了14分 回馈力 公司的股力持续成长 但殖利率低于5% 所以这个部分满分35分 元泰只拿到15分 筹码力 属于短期是否有大人偷偷进场的观察指标 由于投信近期明显转卖 所以元泰这个部分满分数分 只拿到8分 补充说明 回馈力虽然数分 如果用盈余配发率来看配息 其实公司还算大方 前面提到元泰属于成长股 股价近两年大幅提升 殖利率自然就会降低 还有别忘了 股力发布多 是因为公司把资金运用在设备投入 研发费用的提升 所以不是公司太扣哦 我们先从过去的历史数据 再来看看未来营收展望 记得好的公司体质 才能带来好的未来发展 多面向数据统计 可以按下暂停看看见况 当然也要注意警讯提示哦 简单介绍这档元泰 元泰本身是永丰于集团的子公司 本来只是中小型的面板制造商 后来积极转型成为电子纸制造商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亚马逊 公司简介的功能很好用 不了解公司做什么 看看这个就知道 其实走在路上 你会发现电子书越来越流行 好比物流电子标签 捷运版南线的广告纸牌 换上显示器 以及公车站牌 越来越多电子站牌 就可以知道 彩色电子纸的趋势 不断蔓延生活各个角落 电子纸的趋势 让元泰近几年的营收 有所提升 不过有个有趣的现象 对照近五年的营收 以及EPS的数据 其增幅有着看得出来的差异 到底是为什么呢 2020年前营收成长的部分起伏不定 直到2021年才有所提升 不过看看EPS的部分 近五年以来一路往上增长 这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成本管控得宜 不然就是业外的收益溢注 那如果看到三绿表现呢 近五年元泰的三绿均有明显上升走势 毛利率从三字头跃升为四字头 营益率也突破10% 净利率则是健康的成长走势 这方面也呼应了上述本业营收成长 成本控管得以有关 数据表现优异 股价飙涨有目共睹 如果持有五年报酬率如何 我们接着看 元泰的股价大概从2021年初开始走涨 如果早在之前就已经先布局 至今报酬率高达342%以上 而大盘也不过70% 也就是说持有像元泰这种成长股 会明显战胜大盘 但是也别忘了 元泰的贝打值为1.14倍 股价的波动高于大盘的表现 这也是持有高成长股 必须要面临的高波动风险 老牛也要补充说明 在过去一年当中 元泰的当冲比从四成 一路攀升到六成以上 也告诉我们 当冲客的热情参与 使得股价的波动程度又更高了 看样子未来还是有相当的成长空间 那我可以买了吗 由于股价的大幅推升 本益比也从之前的10倍来到目前的22倍左右 客观来说 目前的股价走势真的太快了 获利都还没有跟上呢 最好等待股价回到合理的本益比区间会比较好 不过也要提醒各位伙伴 高成长的公司本益比本来就相对来得高 看看半导体大佬台积电就知道了 影片最后老牛归纳今天的几项重点 1. 源泰从面板制造转型为电子纸材料供应商 摆脱面板高竞争的产业 搭上环保议题转型相当成功 从这几年的营收获利就能够看出来 2. 不过源泰属于成长股 虽然法说谈及资本支出将放缓的消息 但是应该属于短期的紧续循环所致 未来电子值的需求仍然存在 扩产势必会有所提升 股力的配发表现自然也会压抑 3. 如果从本益比来看 目前高股价连带高本益比的表现 股价自然也就容易受到影响 当然老牛一直提醒买股票一定要分批买进 不要欧印 买进股票一定要每月追踪营收状况 每季追踪财报有没有更优秀还是转差了 如果你懒得追踪 加到我的最爱 这些都可以从捕海老牛APP每日动态更新哦 其实成长股是快速推进资产翻倍的门票 但是风险大也容易翻车 所以在持有成长股之前 一定要熟悉各股的全盘财报数据 以及公司的营运展望 更进阶就要了解 目前的获利模式是否具有差异性或者是独特性 这些都是公司的护城河之一 才能够报警处理安心持股 最后11月的营收公布中 老牛又看到不少创新高的公司 例如信邦 樊轩 可宁卫 这些老牛都有讲过哦 记得打开骨骸老牛APP挑出好公司 留言告诉老牛你想听哪一档个股分享呢 记得搭配骨骸老牛APP加电脑板 各种解锁功能一应俱全 一套工具快速呈现完整数据 用不着跳来跳去找资料 现在订阅记得先领取终身七折优惠 趁年底前速速把握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咯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领取七折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 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 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骨骸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